村长从小喜欢收集各种绘画 漫画教程 现在市面上流行着不少 速成动漫教程书 质量参差不齐 有很不错的 也有很多 让初学者很难分辨 今天和村民们一起来试验 跟速成教程学画画 能学成什么样呢 选择画风 对我们动漫油画者来说 想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的时候 当然要选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才能学得下去 写实类 漫画类 写实类 漫画类 这区别就是脸上排了多少线嘛 一头雾水的生长 于是翻阅了各种其他速成经典 这是写实的风格 这是少年漫画 这是Q版 这是商业插画 很多村民不是经常问我们 画到什么样子 才能找到商业插画工作呢 这个样子 除了上面这些分类 还有一种风格 制霸三分之一的速成教程市场 古风 古风漫画和一般漫画有个很大的差异 它的时代背景必须是古代 哲学 这是真实的鼻子嘴巴 这是漫画的鼻子嘴巴 这是古风的鼻子嘴巴 如此精辟的总结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曾经喜欢那些经典漫画 到底是什么风格吧 古风 古风 哦 竟然全都是古风 学画美少女 不知道村民们有没有发现 村长是一名男性 一开始学画画肯定只想画点美少女什么的 基本脸型 美少女的脸型有四种 锅字脸 油字脸 深字脸 甜字脸 锅字脸给人比较正统的感觉 正统就喜欢正统的美少女 那就先学画锅字脸吧 接下来怎么在脸上画五官呢 绘制十字线来确定五官的位置及走向 呃 可这线怎么有时在额头上 有时在眉毛 有时又在眼珠中间 美少女的五官 就像Sherlinger's cat一样 琢磨不透 学画身体 了解了正确比例后 绘画美少女就轻而易举了 有道理 紧侧宽 胸侧宽 臀厚 呃 这啥意思 大肆的意图 我们这些小白阶段的肯定是猜不透的 那就直接临摹出来吧 学画胸 小宅男画是我们最喜欢画的地方 肩部抬起时胸部会 变长 呃 why not 这时胳膊也可以加长 不愧是美少女 只要看到喜欢的异性 想变长什么地方就变长什么地方 酷 那我们来学学怎么画完整的美少女吧 先画一个轮廓 然后加入细节 羞答答的可爱公主就这么悦然纸上了 可这轮廓是怎么得到的 怎么加入这些一点细节 才能画出这么羞答答的公主呢 为了寻找答案 村长又跳进了塑尘教程的海洋 发现有很多书籍都出现了这种 先点个火柴人 然后套上皮 然后就画好了 嗯 先画火柴人倒是没什么问题吧 但为啥这些火柴人的关节点 刚好就点得这么准 和最后的成稿没有一点偏差 而且还是有纵向透视的时候 不光画人的书是这样 画长颈机械的教程也是 先勾个轮廓 加点细节 又画好了 到底第一步是如何勾出这么简洁 还带偷视的轮廓的 就好像提前预知了未来一样 能出教程的 果然都是有超能力的大师 我们这些庶民是肯定学不会的 那直接参考别人画好的姿势吧 学画动态 女性上楼的动态 女性下楼的动态 还有男性上楼和下楼的动态 如果要分这么细 女性上楼一跳这样肚皮前顶 最重要的是 上楼只能用脚后跟着地 男性的基本跳姿 村长此人从未这样 像二嫂子一样跳过 女性的基本跳姿 哇哦 女性村民们 平常你们要不是这么跳的话 好好反省一下吧 还有艺术跳 这后脚迷人的旋转角度 艺术 会以交谈的事 村民们 下次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请一定要这样多抚摸自己 这样才叫优雅 哦 学习构图 一人构图要这样 二人构图要这样 三人构图这样画 四人构图 原来构图是按人数来分类的 而且到四人构图就没有了 好吧 我们来尝试一下 给兜兜村小伙伴的构图 村长 兜兜 杰克 阿能 煤炭 Look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兜兜村日常角色有六个呀 果然艺术的鱼 是没有办法给兜村小伙伴构图了 学习角色设计 终于到设计自己原创角色的阶段了 设计可爱的角色 一头卷卷的头发 总是活力四色 哦啊里 设计历史的角色 黑色的长发 淡淡的笑容中 带着一丝孤独的意味 哦啊里 So simple啦 村长 没穿衣服 总是正经中 带着一点不正经的意味 Wari It's so good啦 一句话描述 就创造出一个 令观众一生难忘的经典角色 但如果你实在没有村长 这种学霸般的领悟能力 Have no worries 市面上还有更多 已经帮你设计好的实战教程 课间学习的学生 在课间休息时 也会有同学拿着课本学习 以便更好掌握课上所学的知识 看来画画的都没上过学 需要专门解释一下 教室里打闹的男生 抱成这样是哥们有意 还是激老摔跤啊 角落里的情侣 Wow 村长是真没见过失眠 学校这种东西居然这么吃鸡 而且这女的已经准备好 解开衣服了 教室的角落失眠性 好过汉庭儒家啊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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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角落里 不是已经端了两个激老摔跤了吗 哎呀一个教室四个角落嘛 两对摔跤 一对亲个 一对课间学习 拱固课上所学的知识 你没上过学吗 这还只是校园篇这本教程 还有现代人篇 奇幻篇 体育格斗篇 卡通动物篇 普通给上篇 普通给上篇 机械给上篇 二三十本书都还只是一个系列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系列 数量远 On the Marvel Universe 不管你看了这些都还学不会 Not a problem buddy 还有这种整本全是画好的图的书 供你参考临摹 但是很奇怪哦 这里面很多角色咋就越看越眼熟呢 已经都不只是像 总觉得好像直接从什么地方临摹来的 这一定是村长的错觉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直接买本漫画书不行吗 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些新手的学评 还没有到可以直接临摹漫画书 所以只能临摹临摹得很劣质的漫画的漫画嘛 我的逻辑已经跟不上了 本期节目中选出的例子 为了不影响太多人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市面上还充斥着不少的 类似的不太好的书层教程 我们绝对不是说力图稍续 说错了几个点就是不好 其实就算是Britzman Lumis这些经典书记 非要找也能找出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我们想说的是 这些不好的书层教程的创作太多 翻开这些教程 感觉不到一个教人的人 一定有的诚意 只能感觉到 我要看现在动漫热 随便找几个学生画一下 只要封面写 30天塑成什么的 就有人要买 反正都是给零基础看的 讲得再不多也比零好吧 这里面很多内容 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晚上 在厕所里赶出来的 或者在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画这些示范 审核这些稿件的人 自己难道没有像正常的人类一样 下过楼吗 这 教程和漫画不一样 数诚漫画再不好 观众看了也就是个娱乐 一本教程 说夸张一点 很可能存在着 这些孩子的梦想和未来 村长漫画的几目教程之一 90年代深圳惊鸿的一个 叫阿恒的漫画人 出的一本漫画教程 现在看起来 教的内容和示范都相当左脸 当村姐放假 回村长四川的老家 再翻开这本书 里面有很多漫画和分禁原理 仍然适用 依然能感受到 作者向当时成熟的 香港漫画行业 日本漫画行业 学习的认真态度 和第一批国漫人 对漫画的那份挚爱 在这个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手机 分享自己知识的时代 你并不需要是 那个领域的神 但至少需要有一个 基本的帮助别人的想法 和正确引导别人的态度 因为你点燃的 这些新兴之火里面 很可能就藏着 下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斗鸡 村民们还买过 哪些不靠谱的书籍 参加过哪些 不靠谱的网友课程 都可以留言在回复中 让我们这期节目 不是单纯统绕 而是一个可以帮到 更多有绘画梦想的孩子们 避坑 给未来要创作 更多优秀教程的 老师们的参考意见箱 让那些真正的经典 不被那些不好的 数层教程埋没 如果你喜欢我们 有爱的大村子 点个特别关注 提醒铃铛什么的 分享一发 听说最近编算的算法 和收藏有关 所以点个收藏 让咱村小伙伴 每期几百个小时的 认真和心血 不要被残酷的平台算法眼眸 让更多人在 哭笑中学点 有用的绘画审美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